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局》 2019年最後的一個交易日,我會在節目中見到大家 下一次見到大家,在節目中五的時候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一起賺多些錢 假期的話,大家玩得開心些 我通常來說,每一次到每一年的完結 和新的一年開始,我都會想起 我過往做過什麼,或者在金融市場上 有什麼重要的事件,我特別留意 在新的一年,我自己有些 人生目標上有什麼要做 或者在金融市場上有沒有什麼看法 每年我都會做這樣的檢討 我自己來說,2020年都訂立了幾個目標 我的私人事件就不跟大家說 但是作為聽眾的,我希望你們 至少都為自己,在講求資上的目標 我經常都跟客戶說,對於一般散戶 我不是要求它很高 但是起碼,at least,還可能都保持著 每一年,求資組合正回報大約有10%的 return which,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普通散戶都可以做得到的 我希望你們都保持著,at least,定下一個最基本的目標 因為你做trade,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有短炒rich,你要花多點時間看市 球資的技術要求會高些 或者你純粹是想長線資產增值的 這樣看市時間少些 但回報相對性來說低些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你最起碼要了解自己 是屬於什麼類型的球資者 有多少時間 然後你再針對不同類型的方法去學習 但你就不要說什麼都不學 廢話就說完了 回到市場 今天的市場是繼續創新高 基本上來說,最主要是上個星期五 我一直以為大家要去買的美股 又破頂,又創新高 今天A股都做好 從而帶動港股繼續夾上去 現在市場夾上去這些位置 我之前說過 比較重要的中期的阻力位置 大約是兩萬八千五百點 期指來計 今天都已經最高夾到兩百五三六 即是去到我的目標價位兩萬八千五 這個位置 如果市場會不會升到三萬點呢? 其實如果你看完市場上所有的評論 基本上佔了九成九 其實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說 香港的市是會升到上三萬點的 九成九都有這個共識的了 只不過問題是 現在這個周線圖 我畫了這條上升通道 那市場又真是去到我所說的 中期的阻力位置 兩萬八千五這些位置 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究竟它是直線 繼續向上爆到上三萬點 還是去到 挨近兩萬八千五這些阻力位置 回一回落 才再夾上三萬點 這才是我們值得要去留意的地方 上個星期五 有跟大家留意到 講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上個星期五的市升 隱身波幅又升 密切留意著 今天的市會不會是 有能力繼續破頂 以及隱身波幅 就是恆之波幅指數 就是VHSI 可以繼續保持有力 去衝上去破頂 但是今天的市 雖然是創新高 創近其身高 破了上個星期五的頂位 但是開市之後 那個市 一開波跌了少少下來 然後再夾上去 但是就見到很明顯 隱身波幅 一開市基本上都見了頂位 之後就沒有力 繼續破新的高 所以今天 我上個星期五有講 如果今天是市有創新高 而隱身波幅 保持有能力 是不斷創新高 我有機會會偷薄做好 但是今天見到 隱身波幅 追不到上去 在這種情況下 就沒有再做這個 小駐偷步做好的動作 再加上 始終我提及到 那兩萬八千五個重要 那個中期阻力的位置 我自己都會開始 會有少少小心謹慎 回答回 如果你說一開始 剛才我講到那個問題 就是究竟那個市 有沒有能力 一下子衝到上三萬點 或者是回落開 再衝上去這個問題 說真的 我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還要觀察 那是為何我之前 一直說 希望等新的一年開始 即是踏入2020年 讓我觀察幾天先 因為通常每一年 新的一年開始 我前幾天的走勢 是有少少啟示性的 所以我通常會習慣 再加上現在升到 兩萬八千五個這些 關鍵的阻力位置 反正你去到這些位置 不足夠了 我會希望在 看今個星期五 因為今個星期五 踏入2020年兩天左右 看看會不會 我已經有啟示性 再要觀察多一點 再去回答你們 這個問題 但是暫時來說 基本上來說 2020年 要個市 三萬三千五這些位置 不知道 但是你說要香港 恆生指數 或者期指來說 要上到三萬點 基本上全世界都認同了這件事 只不過 問題是 大家怎樣去找一個 好少少的位置去入市 最怕就是大家等回套 哦 它一連回都不會 不斷夾上去 那所以呢 但是你高追呢 一高追完之後 它回來了你又怕 所以你就 要找一個比較好少少的入市位 而指示位 你又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樣東西 再有信心 入市就會比較好少少 但是這個 暫時來說 我也是那句 我需要 踏入2020年之後 觀察多幾天 我才可以回答大家 所以我看看 今個星期五 我自己會不會有答案 那我多一點時間去觀察 但是暫時來說 我也是那句 都踏入 holiday 那就無謂守行 去到這些位置 來講 就不搶在了 等下今個星期五 或者下個星期頭 再去找一個 美少少少的入市位 都未遲 我自己談論就是這樣 那 那 今年最後一集 那 希望大家 下一年都贏多些錢 holiday 就玩得開心些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那麼多 下次就今個星期五 再見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